俄罗斯是欧洲天然气最大供应国 其中德国的依赖程度更是高达了55% 德国表示只要没有出现反常的低温 应该还是可以撑过今年冬天 同时当地的外交部长也表示 假如俄罗斯以天然气作为谈判筹码 将会不惜切断去年完工 不过还没有批准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 要用高昂的经济代价来制裁俄罗斯